朝聖之路总共有几条呢 面对主持人的问答美丽本人 看起来一连问号 和卢广仲 李玉玺三个人默契大考验 西班牙的朝聖之路有几条 回答各不同 不过卢广仲 文思全勇 原来他们都走过历史悠久的朝聖之路 因为古时候大家没有Googleman 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要剩哪一条 因为这条路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左右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真的答案 在旅游实境节目上 三人主历经八百公里朝聖之路的洗礼 一个月朝夕相处 意想不到的状况与难题 追寻自我的心灵旅程 也让他们感情豪道成了三兄弟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呢 我觉得那可能不是我眼中的我 也不是你们眼中的我 而是我眼中的你们 所以在这一路上 我眼中所看出去的 不管是这条路也好 还是他们也好 整个团队 然后所有的朝聖之 我觉得大家都很可爱 追不上大哥 继续追 望着卢广仲努力前行的背影 二哥美丽本人 小弟李玉玺 不敢放弃 紧追在后 后面有几段 我看不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就会很想要休息 但我看到他一直可以往前走 然后或者是看到 美丽在后面也没有停下来 我就会有那个动力 在文策院的推动下 亚洲卫视 攜手东森超市 三兄弟走上西班牙朝圣之路 体验美食 享受异国庆典 写下每一幕的精彩篇章 欢迎新闻住家松与子婷台北报导